8月28月凌晨3点钟,应超赛场迎来了一场强强对话,对阵双方是麦联合热刺。 比赛开始之后,麦联方面采取了相对积极主动的策略,球队多次获得了破门的好机会,但是,球队的风险球员,并没有把握好这些机会,球队迟迟没有取得进球。 反观热刺一边,他们也利用反击创造了一些机会,但也被麦联方逆一一化解,上半场比赛结束,双方比分为麦联0比0六次,一边在战,球胜心切的双方都在场上发起了更为凶猛的攻势。 场上一度出现了中场不设防的局面,但是,率先取得进球的,是各场作战的热刺,第四十九分钟,热刺在右侧开出了脚球,凯恩投球破门,1比0,仅仅两分钟过后,热刺扩大了自己的比分,他们在右侧发动反击并且把球送向了门前,门前的卢卡斯轻松破门,2点0,在连丢了两球之后, 麦联主帅莫里尼奥及时进行了辩证,桑切斯,林德洛夫和埃雷拉都披挂上阵,但是,球队依然无法在场上完成最后一击,第八十四分钟,麦联的后防线再次犯错,路卡斯再次完成了破门,3-0,比赛就此失去了悬面,随着裁判的一声哮响,全场比赛结束,双方比分为麦联0比3热刺,本场比赛过, 后,麦联在联赛中遭遇了两连败,对于本场比赛,各路足球挺论员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金香海,是时候谁来个全球独家了,路呀,这球看得快,脱粉了,再也没法喜欢热刺了,感觉就跟李宗伟忽然背叛爱情,摄喜林丹一样。 大家认为,麦联今天的表现,可以打几分呢? 满分十分。